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相信许多朋友都有远程访问设备的需求 比如出差在外,想要控制家中的电脑 查看或修改本地的文件资料 或是想看家中NAS上存储的电影 事实上,想要实现这些需求 有至少三类不同的方法 今天这期影片,我将从原理层面 介绍各种方法的实现方式和利弊 以及为什么使用Talescale建立逻辑局域网 会是目前能够同时兼顾安全性、稳定性 以及便捷性的一套更优方案 影片的后半部分,我将演示如何搭建Talescale网络 如何自建Dub服务器、优化连接的稳定性 使得远程访问不卡顿、实时流畅观看NAS上的影片 想要直接进行搭建操作的朋友 可以跳转到后面实操部分进行观看 首先,我们先来构建一个使用场景 在普通的家庭网络环境中 我们通常会从宽带运营商那里获得一个光猫 将光纤中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 由于大多数光猫没有自带WiFi或WiFi信号很差 许多朋友会为光猫连上额外的路由器 实现家庭网络覆盖 家里的设备与路由器通过网线或WiFi的方式连接 在这种情况下 家庭内部的设备之间网络是互通的 每台设备都被路由器分配了一个局域网的IPv4地址 我们可以使用设备的内网IPv4地址对其进行访问 然而 对于家庭之外的设备 想要访问家中的设备就不能使用内网的IP地址了 而是需要使用公网IP 这就引出了第一类远程方法 也就是基于公网IP的远程连接 你需要联系自己的运营商 询问是否可以为家里的宽带提供一个公网IP地址 根据所在地区不同 运营商的答复会有所差异 在中国大陆三大运营商大多不再为普通家庭宽带用户提供公网IPv4地址 无论是固定的公网IP还是动态的公网IP 已经提供出去的公网IPv4地址也正在逐步收回 这就使得网上关于动态公网IP加DDNS加路由器上端口映射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 那么非大陆地区的朋友能不能继续使用这类方法呢 答案是可以 但不建议这样做 这类方法相当于将内网设备直接暴露到互联网中 必须对路由器和家庭网络设备进行严格的安防配置 稍有遗漏项目就会造成安全风险 既然家庭网络获取不到公网IP地址 那么租一台有公网IP的服务器 由它当作媒介帮我们连接家中的设备可以吗 当然可以 这就是第二类方法 基于反向代理的内网穿透技术 这类方法的代表有Ngrok、FRP和NPS 该技术采用了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 让内网设备主动访问一个有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 先建立起一个连接通道 当需要访问这台内网设备时 我们不直接访问它本身 而是访问有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 由服务器将访问请求 通过已存在的连接通道 反向转发给内网设备 从而实现远程连接 这类方法很适用于想搭建HomeLab的朋友 但对于单纯的远程控制和NAS文件共享的应用场景来说 这类传统的内网穿透技术 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需要妥善应对公网端口扫描 那有没有配置简单 连接稳定 而且安全性更高的方法呢 有的 它就是今天要介绍的第三类方法 基于MeshVPN的点对点组网技术 它不同于传统的内网穿透技术 其核心是在已有的网络结构之上 组建一个虚拟的逻辑上的局域网 使得组网的设备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在一个逻辑局域网内 与传统的局域网类似 如果需要远程访问另一台设备 直接使用它的逻辑局域网IP地址就可以了 这类组网技术的代表是Zero Tier和Talescale 今天我们以Talescale为研究对象来深入剖析它的原理 假设有两台设备A和B加入了Talescale网络 它们会与Talescale官方的协调服务器 建立并保持一个长期的加密连接 每个设备都会告诉协调服务器 当前自己的公网IP地址 Net类型 以及哪些端口可用于通信 这些信息是动态更新的 当设备A想要连接设备B时 它首先会去协调服务器查询设备B的当前信息 同时 协调服务器会将设备A的信息发送给B 告知B A正在尝试与你建立连接 为了确保通信的可靠性 协调服务器会根据A和B当前所在的地区 为二者选择一个共同延迟相对较低的DEP中继服务器 作为首次通信的媒介 在协调服务器的帮助下 A、DEP、B这样的通信链路就建立好了 这时A和B二者还会在后台默默尝试建立直连 以提升速度和降低延迟 这个过程叫Net穿透 核心技术是UDP打孔 如果打孔成功 双方检测到直连已通 Talescale就会自动地将数据流从DEP服务器 无缝升级到这条更快的直连P2P线路上 如果打孔失败 连接也不会中断 而是继续使用保底的A、DEP、B线路 虽然Talescale官方的DEP服务器遍布世界各地 但为了实现更快更稳定的连接 用户也可以使用自建的DEP中继服务器 这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国内并没有Talescale官方的DEP服务器 所以接下来 除了介绍如何在各个设备上开启Talescale 我还会演示如何自建DEP中继服务器 来进一步提升连接质量 之前我发布过一期影片 详细介绍如何在Windows、MacOS以及iOS端 下载并加入Talescale网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 本期教程 我们主要在Windows和NAS端做配置 演示如何远程流畅访问Windows和NAS 首先我们需要在Windows上安装Talescale 来到官方下载页面 选择Windows操作系统 将安装包下载到本地 然后运行安装包 点击Option 可以选择安装路径 这里我选择安装在D盘 然后勾选同一条款 点击Install进行安装 对于大陆的朋友 如果安装时出现图中的 0x80072F19错误代码 说明设备与Talescale服务器 尝试建立连接时 遇到了防火墙的干扰 导致出现证书地址不匹配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解决 首先在搜索栏 搜索并打开控制面板 点击网络与Internet 点击Internet选项 在顶部菜单栏 点击高级 取消勾选对证书地址不匹配发出警告 然后点击确定 之后再次尝试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后 我们展开隐藏的图标 右键点击Talescale的图标 点击Login来登录账号 我们可以使用自己的Google 苹果 Github 或是微软账号登录 首次登录会自动注册 并创建一个Talescale局域网 这里我使用微软账号进行登录 登录好后 点击Connect连接 这样这台设备就加入了我们的逻辑局域网 等待几秒钟 页面会自动跳转到Talescale控制台 这里会显示所有已经加入到局域网中的设备 我们可以点击右侧的三个点 选择Edit Machine Name 对设备进行重命名 默认使用的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设备名 我们关闭自动命名 然后就可以修改名称了 点击Update Name来保存更改 除了改名称 我们也可以更改设备的局域网IP地址 点击三个点 选择Edit Machine IPv4 然后将IP地址改为你喜欢的地址 写好后 点击Update IP来保存更改就可以了 接下来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将需要被控制的另一台Windows设备 也加入Talescale网络 加入好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逻辑局域网IP 进行远程访问了 访问之前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设备的组网情况 在搜索栏搜索CMD 点击打开命令提示符 然后输入Talescale Status 查看所有加入Talescale局域网设备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使用Talescale Ping 加上需要远程访问的那台计算机的 逻辑局域网地址 可以看到已经建立了P2P直连 这是因为我的两台电脑使用了同一WiFi 现在我将控制端这台电脑 切换到手机移动热点 模拟跨互联网使用场景 再次使用Talescale Ping 被控电脑 会发现通过Talescale官方 位于东京的中级服务器进行了中转 这时如果尝试远程连接被控电脑 可能会发现非常卡顿 甚至完全连不上 这是因为Talescale官方的中级服务器延迟高 带宽小导致的 为了让保底的DERP中转的方法 也能够有流畅的连接速度 我们可以使用自建的DERP中级服务器 来优化远程连接 这需要一小笔租赁云服务器的费用 如果你已经租有服务器 用来搭建网站或是提供web服务 也可以在其上搭建DERP中级服务 但要注意DERP中级对带宽的占用会影响到已有的web服务 在配置服务器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A.DERP B 这条中级链路的潜在通信瓶颈 假设你正在出差的酒店使用设备A 经由自建DERP服务器 远程访问家中电脑B 潜在瓶颈就是 1.设备A所连接酒店WiFi的下行速率 2.DERP服务器的通信带宽 3.家中WiFi的上行速率 只要你使用的不是特别烂的公共WiFi 第一点一般不会造成通信瓶颈 对于第三点 中国大陆网络运营商 一般给家庭宽带提供下行速率峰值的10% 作为上行速率的峰值 也就是说 如果你购买的是300M宽带 那么最大的上行速率就是30M 单位换算一下 最快上传速率是每秒3.75MB 这个速率虽然不高 但并不会显著影响远程连接的质量 所以真正的瓶颈是第二点 服务器的带宽 国内普通云服务器的带宽往往特别小 一般只有1M到5M 以3M带宽为例 单位换算一下 最快速率是每秒375KB 虽然这个速度真心不高 但是测试下来 对于实现流畅的远程桌面连接 以及流畅播放NAS上1080P的影片 也已经足够了 除了这些网速瓶颈 通信延迟也很重要 选择云服务器时 尽量选择离设备近的机房 比如在中国北方 可以选择北京机房 在南方就选择上海或广州机房 租赁云服务器的价格 取决于品牌和设备配置 建议大家选择带宽在3M级以上的 最便宜的知名厂商服务器 为方便配置 操作系统尽量选Ubuntu 24.04 云服务器租好之后 我们使用SSH远程连接到它 Taleskill自建Dub中级服务器的官方说明中 要求使用域名来访问服务器 而在国内 域名必须备案审核才能使用 我将演示如何使用纯IP的方法 搭建Dub 省下购买域名的开支 教学中的所有代码 我会整理成文字版 放在影片下方描述栏中 方便大家复制粘贴 由于Taleskill Dub服务端软件 是使用Go语言编写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在服务器上搭建Go语言环境 我们使用sudo su切换至root管理员用户 并使用CD空格波浪线 进入管理员用户目录 我们运行apt update 更新包管理工具 然后运行这串指令 保证所需工具都已安装 现在我们运行GoVersion 检查系统是否已经存在Go语言环境 如果成功打印Go版本号 说明已经存在 请跳过Go安装步骤 执行后续操作 如果找不到Go 我们来安装它 打开浏览器 大陆的朋友访问Go的国区官网 海外的朋友访问国际官网 点击下载 在Linux版本这里 右键复制最新的链接 然后在云服务器命令行中 使用wget空格 加这个链接 点击回车进行下载 完成之后 我们输入这串代码 删除服务器上可能存在的Go文件残余 然后使用这串指令 来解压下载的压缩包到指定目录 完成后 我们使用这两行指令 将Go持久化的加入环境变量 这时我们再输入GoVersion 可以看到当前Go语言版本 现在我们的Go语言环境就安装好了 大陆用户需要执行这两行指令 将Go软件包下载源 从默认的海外仓库改到国内镜像仓库 来保证后续软件包的下载速度 完成后 我们使用这行指令 编译并安装Talesco DEPA模块 编译好后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下出现了一个DEPA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这就是我们自建DEP中继的核心程序 现在我们使用这三行指令 创建两个文件夹 并将DEPA程序移动到合适位置 然后务必完整复制粘贴这个多行指令 生成一个系统服务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告诉服务器 在开机并连上网络后 自动在后台默默运行刚刚的DEPA程序 这里需要将域名改为你的服务器公网IP地址 这里的-a 后加的是自定义的https端口号 可以自行设置 -httpport 是自定义的http端口号 这里的Verify Clients 指的是只有加入你定义的Talesco网络的设备 才能使用这台服务器进行中继 有效防止其他设备蹭网 完成后 我们使用这两行代码 使DEPA服务生效并启动 之后使用这串代码 检查一下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DEPA服务正在运行 现在点击Q 退回命令行 我们现在CD进入DEPA目录看一下 注意到DEPA程序已经为我们自动创建了 基于纯IP地址的自签名证书 无需我们手动使用OpenSSL创建证书密钥 现在自建DEP的工作已经完成 为了保证安全性和网络连通性 我们需要对防火墙进行配置 首先使用apt install ufw 保证防火墙工具已安装 使用ufw status 查看防火墙状态 看到inactive 说明防火墙未开启 我们使用这四行代码 分别开启这几个必要端口 然后运行ufw enable来开启防火墙 除了Linux自身的防火墙 云服务提供商也为设备额外配置了一层防火墙 以我使用的腾讯云为例 来到云服务器控制台 找到防火墙 按照这个配置方法 依次开启这几个端口 然后点击确定 完成后 我们在浏览器输入 https英文冒号双斜杠加公网IP地址 后跟英文冒号加刚刚自定义的https端口号333331 然后回车访问 这时会看到不安全的提示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自签名证书 而非权威机构颁布的证书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服务不安全 我们点击继续访问就可以了 看到这个duf界面 说明自建duf服务已经成功上线了 现在我们将自建的duf服务器加入Taleskill网络 回到服务器命令行 复制粘贴官网安装Linux版Taleskill的代码 下载成功之后 我们输入Taleskill App来启动它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粘贴到Windows的浏览器中 使用同一账号登录Taleskill 点击Connect连接 这样我们就把云服务器加入到逻辑局域网中了 等待跳转到Taleskill控制台后 打开访问控制列表 点击JSON编辑器 我们在第一层大括号内 粘贴这些内容 注意将dufport改为你定义的 HTTPS端口号 IPv4改为你的服务器公网IP地址 这里的Emit Default Regions为真 是禁用官方的duf服务器 Insecure or Tests为真 是为了忽略自签名证书被标记不安全的问题 改好后点击保存 现在我们回到Windows CMD 使用Taleskill Status看一下各个设备的状态 然后使用Taleskill Pin测试一下与另一台设备的连通性 第一次连接通过了刚刚我们自建的duf服务器中转 从第二次开始已经升级为了P2P直连 这是因为两台电脑使用了同一WiFi 现在我将控制端这台电脑连接手机移动热点 然后再来测试 现在开始通过自建的duf服务器进行中转 使用Taleskill Status 可以看到Relay表示设备正在进行中继连接 我们尝试对另一台设备进行远程桌面连接 访问前需要保证被控电脑是Windows专业版 而且已经打开了远程访问功能 现在使用另一台电脑的逻辑局域网IP地址 点击连接 可以看到即使经过自建duf中继 也完全可以流畅访问 最后我来演示 如何跨互联网远程访问NAS 以微联通NAS为例 先在内网环境下访问NAS桌面 打开应用中心 搜索Taleskill 点击安装 选择一个安装位置 点击确定 完成后点击打开 在弹出的浏览器窗口中 点击Login 登录我们的账号 登录好后 就可以在控制台看到NAS设备了 我们还需要在NAS防火墙的白名单中 加入电脑的逻辑局域网地址 首先打开防火墙 点击右侧修改的图标 点击添加规则 在IP这里 选择单一IP地址 然后输入电脑的IP地址 点击应用就可以了 现在将WiFi重新切换到手机热点 模拟互联网访问 我们在CMD中测试一下Taleskill延迟 看到中继延迟还可以 现在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在地址栏输入双反斜杠 加NAS的逻辑局域网地址 点击回车 输入NAS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就可以看到NAS所有的共享文件夹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打开一个NAS上存储的电视剧 可以看到完全能够流畅播放 跳转播放也不卡顿 现在尝试将电视剧 从NAS上发送到本地 我的服务器带宽为5兆 单位换算一下 基本可以跑满带宽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本期所有的代码 已经整理为文字版教程 放在本站的官方博客上 感谢观看 如果内容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分享 别忘记订阅第一科技站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